第四季节目 那我就选大冒险 师傅格局打开了 这小雨这格局 哗就上去了 许墨 那咱们来个刺激的 待会儿 你们进来第一个人去抱态下怎么样 刺激 咱们看看是谁啊 许墨许墨 转了转了转了 姜总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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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儿 怎么了 先坐先坐 解释一下 刚刚我们玩这刘亚大冒险 轮到许墨了 说进门第一个人 他要去抱态下 对 这是第二个 对 有点不凑巧 怎么有两个姜总监 你会抱哪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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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多靠着眼亮一条 再多靠着眼亮一条 挺好的 挺好的 你会抱得我每一分思念 在遇见你的温柔之前 本点心和理智向我失眠 早上好姜总监 早上好何经理 早早早 那个小许啊 今天就别在这儿做了 咱坐在姜总监身边 汇报工作 这样汇报得清楚一点 是吧 何经理那您就 行行行 来 先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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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多靠着眼睛 不好意思 那个 妄开震动了 舒服了 情况就这些 您还有什么 需要补充的吗 结束吧 比如 下课 只要我一离开座位 这个位置 就会立刻被人霸占 嗯 你再给我讲讲这道题 吗 听不懂的话 你就问别人吗 哎 你再讲讲 讲讲我就会了 同学们 开上课了 你们不想回吧 我还想回座位呢 那我们走吧 你看这个答案是 这个 腿都站嘛 所以说啊 风云人物身边的人 真的很难当 我的意思是 风云人物的 童装 我也没为什么呀 哎 对了 你这个位置 风水还挺好的 你刚穿走没多久 就又转来一个 风云人物 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 男生 对啊 性格跟你 大相径庭 颜值跟你 不相少侠 所以 你也当他同桌了 那怎么可能 你以为谁都能做第一排啊 没有你的光环加持 我肯定坐后面去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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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